张化现男子林雄烈前科磊磊,今年62岁,有39年的岁月都在监狱中度过,假释出狱后,仍不知悔改,今年6月间向混凝土业者强收保护费,不从就将业者殴打成伤,还有业者吓得飞往国外,他又持枪向阳性市民代表候选人恐吓逃渡债,警方本月25日将他逮捕,他还企图轻生, 直说我在被关恐怕会破世界记录,会死在牢里,警寻后依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颂版,警方指出,临多年前犯下杀人案,法院判刑23年徒刑,7年前假释出狱后,设犯多案,法院又将他假释撤销并通缉,本来就要继续服完剩余的15年徒刑,再加上后续犯下的案子, 恐怕真的会关不完 警方调查,临出狱后开设赌场,杨姓张化市民代表候选人的朋友欠他赌债51万元,杨出面协调希望能降成10万 林不愿意,今年6月间便率中到羊的服务处亮相恐吓,并说赌债一毛钱都不能少,杨下的赶紧报案,林还向多名混凝土业者各收取300万的保护费,业者多不愿就犯,他便率中殴打张姓公会理事长,其他业者看理事长被殴打成伤,多不敢出面做笔录,还有业者怕得飞往日本藏匿。 林逃亡四个月,张化县刑警大队真三队等单位,报请张化的检署检察官吴宗达指挥,经多十搜证,发现他藏身在东海大学出租套房,怕他危害大学生住居安全,本月25日前往林租屋处攻坚,林见大批警方围捕,还企图服用轻化假轻生,还好警方抢先一步阻止林否认犯行, 还说,不想再被关,他秃头还戴假发躲避追击,也不敢用手机,并用租赁的车辆出入,没想到还是被警方逮捕,自杀,不能解决难题,求助,才是最好的路。 求救请打1995,要救救我,林南企图服毒自尽,记者李承颖翻射,分享,林南戴假发,躲避警察追击,记者李承颖翻射,分享,林南,钟,被逮实哀叹,在北关恐破世界记录,记者李承颖翻射,分享。